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 俄战略轰炸机编队向盘踞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目标 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 摧毁恐怖分子指挥部 作战装备 弹药库并打死打伤大量武装分子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陆军中将瓦列里·阿萨波夫在叙利亚 因遭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迫击炮袭击身亡 俄国防部称 阿萨波夫是俄罗斯军事顾问团的高级将领之一 另外 俄国防部24号公布戴尔佐尔以北地区伊斯兰国营地的照片 俄军方称相关照片清楚显示了营地里部署了美国特种部队的技术装备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指责美国的行为 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